我也注意到你提到的这份报告 香港特区政府也发表了声明 对报告表示欢迎 香港回归祖国25年来 在中央政府的权力支持下 经济蓬勃发展 国际金融 航运 贸易中心的地位持续巩固 自由 开放 法治的营商环境继续保持 香港已经被多家国际机构评选为 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 和最具竞争力的地区之一 我想这是国际社会对香港独特的优势和发展前景 投下的信任票 我们欢迎各国工商界人士把握机遇 在香港找到更多的商机 获得更大的发展